晚上好 晚上好啊 這裡是阿神 今天是一個 談戀愛的好日子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 Doki Doki 心跳文學部 再次提醒一下 這款遊戲裡面 含有大量令人不安的元素 如果你未滿13歲 或是 對心理承受能力比較差的人 請 稍微斟酌一下 觀看今天的這部影片 謝謝 真的是Doki Doki耶 我會跟Yuri一起回家 為什麼 這個想法 讓我心跳不移 哇 完了兩個小時 終於出現Doki Doki的畫面了 我是指 看到他在社交方面這麼努力 如果拒絕他的話 我會感到很內疚了 所以 不是因為 他既聰明又漂亮嗎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完全就是這個意思好嗎 你承認了 天啊 假如 這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是沒有意義的 你知道嗎 好吧 可能是這樣子沒錯 但我就是喜歡隨便亂想 很快的 你就不再需要我了對吧 需要你 Sali 真的不了解你究竟是怎麼想的 真的對不起 噢 Sali 噢 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宿航裡面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替代品 或許是吧 電話就這麼停了下來 讓我覺得很感到 在某種程度上 用這種奇怪的問題困擾著我 他才是有錯的一方吧 我不能夠對他說謊 我不想從他身邊奪走那些可以讓他開心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假設是毫無意義 他說回來距離學園機也沒剩幾天 誰知道到時候會怎麼樣 喔 又到了每個晚上寫詩的時間了 該是來寫 由你寫他的詩 喔 拜託 我又是最後一個到的 沒關係 我也是剛才到好嗎 你又跑去練習啦 是啊 你還真是有毅力呢 不只要忙社團 現在還得去練鋼琴 喔 或許不是毅力 我認為是熱情驅動著我 要不是你們的話 這個社團早就不存在了 而且我很高興大家都願意為學園機幫忙 哼 我都快等不及了 肯定我很棒 夏樹 你昨天不是還在抱怨嗎 好吧 的確是這樣子 但我指的可不是我們要做的那個部分 而是我們一整天都可以在學校玩樂 玩得不亦樂福 還能夠知道各種各式各樣的食物 你的話聽起來怎麼像是沙歐里一樣啊 莫妮卡 他們一般會有雜魚嗎 雜魷魚 其他的東西都是蠻具體的 喔 拜託 你說你不喜歡魷魚嗎 所有人裡面就只有你最特別 欸 我沒有說我不喜歡啊 而且所有人裡面就只有你最特別 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它就在你的名字裡面喔 莫妮卡 欸 我的名字不是那斯圖好嗎 根本說那個小話翻譯過來就沒意思了 蛤 啊 不要亂破第四道牆啊 啊 算了 我們現在只要專注的在賞識會上就可以了好嗎 喔 好 好嗎 不過你的反應還比不上優利還有傻優利欸 蛤 你說什麼 話說回來 傻優利跑去哪裡了 啊 你在這啊 傻優利坐在教室角落的桌上低頭發呆著 我走向他 嗨 傻優利 我在他面前晃了晃手 欸 你又晃神了 啊 啊 不好意思 不用立握沒關係 你可以跟別人 喔喔喔喔喔喔 傻優利 喔傻優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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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當然沒事 怎麼會有事呢 我只是覺得你好像有點不在狀態 抱歉 我想多了 天啊 你真是擔心我擔心過頭了 你沒事了啦你看 傻優利給我了一個大大的微笑 不要因為我干擾到你和大家一起同樂的時間喔 好吧 既然你能這麼說 在轉身走向其他人之前 我依舊擔心的看了傻優利一眼 激進的談話已經結束了 大家都回到了各自平常的活動中 或許 我要問問莫妮卡 問問她最近有沒有注意到任何有關於傻優利的事情 既然她們都一起在準備學員記 那麼肯定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待在一起 我愁醜著走向正在翻著桌上文件的莫妮卡 Kamiko怎麼了嗎 嗯 雖然這樣聽起來有點奇怪 不過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傻優利發生的事情嗎 她發生過什麼事情嗎 你是指哪個方面喔 雖然我可能有點過度解讀了 但她今天看起來有點沮喪 喔 你是這麼想的啊 我也不好說有沒有注意到她發生了什麼 莫妮卡看上了教室角落的傻優利 她是懶洋洋的在桌面上蘭蘭火會插著橡皮擦 可能是有心事吧 主角真的是木頭欸 主角真的是木頭欸 不過我還蠻驚訝的 這種問題居然不是由我來問你嗎 Kamiko 你看起來比我還更了解她呢 是啊 但她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她總是會跟我說著一些困擾她的事情 但這次我問她的時候 她卻一臉拒絕的樣子 抱歉 我知道這不是你的問題 我只是想問問你知不知道些什麼而已 還是算了吧 別這樣啦 這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不是指她是我的朋友 我得關心社團成員的生理健康 你懂嗎 或許我可以親自跟她聊聊 你真的要這麼做嗎 她好像想一個人呆著的樣子 你確定嗎 或許她只是很難跟她所感興趣的人坦白 感興趣的人 這什麼意思啊 超級木頭欸 阿里山高級檜木 我的意思是說 她腦中的那件事情可能就是你 卡米康 喔 你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 好嗎 或許 我該說太多 不過 想要理談論到你的次數 比任何東西都還來得多 你懂嗎 欸 你加入社團之後 她就變得快樂許多 看起來 哇 好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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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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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她看起來 她心中又亮了一盞燈 什麼 不會吧 小李一起來就是那樣子 啊 她一起來都如陽光般開朗的 真的她應該和以前沒有太大的差別才對啊 嘖 你的話真是好笑欸 卡米康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有看到她這麼開心 是因為你在她身旁啊 啊 我說的太多了 抱歉 反正 誰知道呢 我不敢往下定論 就忘記我剛剛說的吧 我會試著跟她談談看的 所以 就 別再去想了啦 蛤 好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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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遇到在幽黎書後的那個事情 不過她很跨的就有點慌張的看向其他的地方 我意識到她一直以來都是那個樣子 我從沒借過幽黎接近別人 又或者是主動開啟一段對話 所以我沒得選只能夠主動接近她 不過這對現在的我來說已經簡單了一些 我站了起來就到了她旁邊 我沒有想要打擾你 放心之後你什麼都還沒做呢 但是 我知道你想獨自和自己的思緒待在一起 獨自和自己的思緒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我剛剛是怎麼想的 我常常那樣子 根據你的姿勢還有表情判斷的話 對我來說不太難 我沒有盯著你看 我沒有做那麼奇怪的事情 好猛喔 不行啊 不管如何你說的都沒錯 如果讓你擔心了我很抱歉 不用道歉 只有願意關心你的人才會在意你的煩惱 當然喔 也有人覺得什麼都不說才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你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的話 我很樂意傾聽 啊其實也沒什麼 我剛剛只是對沙奧莉感到有點不安而已 沙奧莉 喔 她今天好像一直在恍神 當我問她的時候 她就不跟我承認 所以 我也無能為力 只能夠擔心 她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喔 還真是浪漫啊 欸 喔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說這麼蠢的話呢 不是不是 我只是 不想讓你誤會而已 沙奧莉和我只是當了很久的朋友而已 啊 我知道了 那麼 她拒絕告訴你 她的感受 可能是有點反常 也可能 是我過度解讀啦 她們以後 世界充滿了意義 她們往往隱藏於表面之下 無論你有多了解對方 在每個人的背後 都有很多 曾會訴說出來的秘密 嗯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情背後 可能另有引擎嗎 嗯 我覺得沙奧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 她外在的行為舉止 不一定和內心的想法相符 而且 她可能也不是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唯有注意到她今天奇怪的行為舉止 會有點擔心她 但你的情況是 她幾乎佔據了你所有的秩序 不是嗎 好吧 我想的確是這樣 沙奧莉 她真的對你很重要對吧 啊 我 我覺得 你不用說成那樣啦 我們 就只是好朋友而已 僅此而已 好 劉莉突然深深的望著我的雙眼 她的表情 竟溫柔又好奇 似乎在尋找著什麼 我感到一些尷尬 離開了自己的死神 有時候 一個人的秘密 甚至連自己都成為知識 而你作為一個誠實又體貼的人 希望你能夠發現自己心中 尚未意識到的感情 那 那是 我認為 她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能讓你 對她有那樣子的感覺 Oh my god 哈哈哈哈哈哈 Duty 太高估我了啦 我只是一個很單純的人而已 所以 我才覺得自己能夠很好了解自己的感受 我不像 你們那麼複雜 啊 啊 這應該不是稱讚吧 就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話說回來 既然我們都在這裡了 會不會讀點書呢 好吧 只要你沒有問題就行了 嗯 無論如何 我都應該把這件事情忘得一乾二淨 我們開始吧 嗯 好啊 事實上 我有個請求 你建議我 泡點茶嗎 沒問題 謝謝 如果 世界上有什麼可以讓我的閱讀習慣更加完美的 那一定就是一杯好茶了 更何況 是給自己泡的茶 尤里站了起來 走向了儲物櫃 我在後面跟著 看到她從架上拿著帶了小綠網的小茶壺 可以幫我拿著一下嗎 當然 尤里把茶壺递給了我 並拿了澱溜水壺 我把這個插到蔣桌旁邊 然後 我們去沉水 她從我旁邊走過 把水壺放到了蔣桌上 我只管看著她的動作 出無意料的 她做事的姿態與她講話的格調 頗有反差 尤其是 配合她那修長的腿 讓尤里顯得優雅端莊 好了 可以把茶壺給我嗎 謝謝 我馬上回來 喔 我也許 可以和你一起去 好啊 為什麼不呢 那我們走吧 嗯 那 你們兩個要去哪啊 欸 我們 只是 有理要泡一些茶 所以 我突然意識到 這件事情和莫妮卡解釋起來有多奇怪 我們只是要去給茶壺盛點水 喔 好吧 抱歉 我只是會很好奇 這種事情 一個人這麼 哇靠 不是嗎 呃 這 這個嗎 莫妮卡 請關好你自己的死 哇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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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這樣說 也沒什麼問題 噢 那我們走吧 卡蜜卡 啊 有力迅速離開教室 我在跟在後面 噢 他說那種話 呂 呂 我 我 只是 他說某些話的方式 讓我很不愉快 這是怎麼了 沒事的 呂 我覺得 你沒做錯什麼 我沒想過會那樣 但是 嗯 莫妮卡那樣子批判一個人也是不對的 卡蜜卡 為什麼 即便我做了什麼壞事 你還是對我這麼溫柔啊 因為 你做的事情 都沒有你腦中想的那麼嚴重 沒有人是完美的 我們都有情感 而我們不可能將他們一直隱藏起來 但 你總在腦中放到他們 一上小雨 經過你的腦中 都可能被轉化成颱風 啊 不 不是 你不會 因為這麼可怕的事情討厭我嗎 我怎麼會討厭你呢 我不會因為某些人的思緒 就去討厭他的 那還算什麼朋友啊 朋友嗎 啊 嗯 尤里抬起了頭 卡蜜卡 能夠和你成為朋友 我真的很開心 謝謝你尤里 我很高興能夠做你的朋友 所以我花多少讓我覺得有點尷尬 但我想盡量讓尤里好說一些 總之 嗯 我們走吧 嗯 尤里和我走到最近的飲水機 將茶壺裝滿之後 我們回到了教室 卡蜜卡 你喜歡烏龍茶嗎 嗯 嗯 什麼都可以 很好 嗯 尤里將電熱水壺的溫度設在93度C 是時候把茶壺拿來 你拋茶的方式好正式呢 當然 雖然 我為別人泡茶的時候 我只會更用心的 這邊 我不是很懂茶藝之類的 齁 這樣子的話 你只會對我的茶藝更加驚嘆 嗯 相信一定會的 尤里拿起了茶壺 開始量取茶葉 出我預料的是 他甚至輕輕的哼起了歌 你現在的心情一定很好 是嗎 我正在 試著讓情緒流露 而你注意到了 我剛剛稍作思考 決定 試著多表達自己一點情感 事實證明 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 只要 在我身邊的人是你 喔 喔 喔 填爆 呵呵呵 填爆 啊 啊 那很好啊 尤里 超直球的啦 我怎麼在社團裡面每一個女生 全部都拿直球揍我啊 好痛喔 呵呵呵 只是 別太勉強自己了 你總是在為我找一場卡米科 很惹人喜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 又 又一發 哈哈哈哈 哈哈 尤里是認真的 我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夠跟得上他的節奏 尤里為我們兩個人 各泡了一杯茶 卡米科 我還有一個請求 你介意 我們今天在地盤上讀書嗎 欸 為什麼 我的背會好受一些 背靠著牆壁 比彎在座位上更舒服一些 啊 抱歉 昨天沒有意識到 沒關係 只是 我很常會背痛 所以我得多小心一點 是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似乎 是因為我的 啊 我的 你的閱讀知識 對吧 總是攻著身體讀書 啊 我的閱讀知識很糟 那就是為什麼 我們應該坐在地上 有道理 那我先去拿書 我把書從背包裡面拿得出來 啊 我還有些巧克力 這是一小包 沒有被 沙奧里的甜食雷達 發現過的巧克力糖 配茶 應該不錯 所以我就拿得出來 Yuri和我 背靠著牆壁坐了下來 茶杯 則放在一旁 我們有默契的 和昨天用相同的姿勢 分別握住了書的一邊 只是 這次 我們靠得更近 看得 有點不太清楚 Yuri Yuri 又 又向我靠近了一點 一致於 我們的肩膀都碰到了 這樣這樣我怎麼還能夠專心讀書啊 Yuri 平常都已經足夠可愛了 但 她稍微卸下心房 她就可愛到 我幾乎八成熟 你 你的茶杯 Yuri 把我的茶杯 遞了過來 我用 閒著的手 接過了茶杯 但現在的姿勢 讓我越來越難以專注了 因為 現在 我還得小心 碰到 Yuri的胸部 同時 Yuri好像 都沒有什麼在意 她保持往常 一樣 充滿熱切的閱讀表情 我猜她已經把 書中的世界以外的 是拋住腦後了 我盡力的 保持了閱讀的專注 幾分鐘過後 我終於讓自己輕鬆了一點 我把茶杯放在了 雙腿之間 嘗試著 打開的巧克力包裝 啊 對不起 或者打開包裝 我的手短暫的離開了書 你想吃多少都可以 啊 那個 我還是不拿了 欸 確定嗎 嗯 如果 手黏上巧克力的話 書頁可能會被弄髒的 啊 有道理 我都沒有考慮到這些 我的錯 沒必要道歉的 我來拿書 好吧 確定嗎 當然 Yuri 用雙手牽開了書 喔 天哪 她的握法 讓我的閱讀上 並沒有產生什麼 太大的麻煩 正因為如此 她的左臂 基本上已經靠在我的腿上 嗯 那 這樣的話 嗯 Yuri 又完全沉浸在閱讀的世界中 我將一塊巧克力丟進了嘴裡 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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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我拿起了另外一塊 遞到了 Yuri的面前 她的視線 依舊沒有從書上離開 只是 她 若無其事一般 自然的張開了嘴 但 這就代表 我也不能夠就此停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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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小心翼翼的 將巧克力 放進了她的嘴巴裡 Yuri配合的 咬得住巧克力 欸 Yuri 嚴肅的表情 瞬間瓦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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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能到 Yuri看著我 就像是 確認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噢 看一口 噢 抱歉 我想要 不應該這麼做的 嗯 其實 那個 你 只是在幫忙 這 是朋友之間會做的事情 噢 不是 才不會 對吧 我是說 嗯 雖然感覺哪裡好像不太對 但是 嗯 是哪 就是 就是這樣 才不是 欸 嗯 那 你不停下來 什麼 好吧 氣氛變得非常緊張 Yuri 試圖再回到 書中的時節 但我可以從她的表情看出 她現在已經無法再專注了 我的心在狂跳 Doki Doki 我緊張的 用手指 捏起了另外一塊巧克力 不過 這一次 我們似不相對 Oh my god 怎麼會變這樣子 Yuri的視線並沒有移開 我注意到 她的胸口 隨著呼吸的節奏 一起一伏 我舉起了手 啊 就像剛剛那樣 Yuri 我違章化了嘴 但 這一次 可不大一樣 我將巧克力放入她的嘴中 我感受到她左右的氣息 觸碰到我的手指 好了各位 哈哈 Oh my god Monica Monica 神救援 Yuri 嘻 啊 Yuri 慌張的退了回去 是時候分享師了 Kamiko 你能把Yuri的茶具收一下吧 當然 當然 沒問題 好的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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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对我耐心和尊重我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看一看 我说话的速度太慢 总是在自我怀疑 我过度解读事物 但是每一次 你总是会像对待别人一样对待我 跟别人交谈还能够感到自在 这样的情况真的太少见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 每次我跟你聊天 我都会感到非常开心 我明白了 嗯 我只是 有理你应该有的方式在对待你 而且如果 别人不是这么看待你的话 就别管他们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 我加入这个社团 就是希望能够交到朋友 夸好女朋友 而我现在 可以说 至少成功交到一个 你不也是吗 嗯 既然 既然你这么说 是呢 我们 现在是朋友了 对吧 好可爱 她的脸红的样子 Yuli 用手掩住了脸 但这一次 她是笑着这么做的 你想给我看看你的事吗 嗯 我想 我去给你拿来 好棒啊 好棒啊 海滩 万年间的神 鬼斧神功 让大地 以混沌之之 自起源浮出 清空之下 是无限的浮址 但滚云之下 还有无尽的迷 一个井然有趣的世界 反倒更容易 使人迷失 我们用潮湿的沙子 建筑城堡 施杀之所在 避也海浪之所在 会是 轻浪不断填纸 直至屈服吗 亦或巨浪在眨眼间 便将你摧毁 即便 南逃摧毁结局 我们 仍在足起沙堡 泡沫 缠绕 与我的脚踝 脚趾也在此 嵌入细沙 闲闲的空气令人舒适 微风轻浮 又柔中带刚 我任由找只沉入无尽的界线 泡沫缠绕 我转过身 黯然腐朽 与海滩 向前漂流 让我归于大地 我觉得他今天写得比较阳光一点 对不对 我知道 海滩是一件写出来很空虚的事 不过 我已经尽力地用隐喻的手法去写它了 你说的好像是你不愿意写它一样 啊 你没听说吗 昨天之后 夏树和我 嗯 我们两个 对于我们用了不同写法写了相似的东西 非常感兴趣 所以夏树 想要我们再一次写通通的主题 我想是为了更好 比较我们写作风格 或者是 思想的过程 不管怎么说 这是他的主意 就我对他的了解 他会想这么做也不奇怪 我大概 就是想要炫耀一下 不是说 我对他的写作风格有什么特别兴趣 我就只是按照他的要处做而已 不过 我想 偶尔写些简单的东西也没那么早 你可知道 他能够让人偶尔卫性能 对于 让我偶尔想要平静一下思绪有不错的效果 嗯 我想 我同意 谢谢你的分手 接下来 我们去找 我们去找夏树 无聊 我觉得 你到头来 什么都没学到 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抱有希望 哇靠 什么啊 我觉得 这种诗没有这么早啊 我拿你做错了吗 诗句 不需要全部用到深刻的手法来表达 除非你真的很擅长 否则 感觉就只会上市你在尝心这么做罢了 老实说 除非你想达到幽灵这种程式 不然 别尝试去写这种诗 夏树 突然顿了一下 你 你 别跟我说 诶 你该不会 想要达到幽灵吧 你在说什么啊 还会小心一点啊 你知道幽灵会喜欢这种 这种这种焦虑感 只因为他有这种天赋的作家 不代表 我是说 嗯 嗯 这 看来我头大没有 我知道 不经意触碰他的逆臉 使事情发展出会的预料 受够你啊 夏树把我的诗塞还了给我 拿走你的蠢诗 如果你是写给别人的 就别拿给我看 诶 让一个比我年轻的女孩 多管闲事就会怎样 除非我能够独行 不然我打什么 一开始就注定 陷入这种令人头痛的局面 至少 夏树 不是我当初想要打东西 诶 哼哼哼 完全气扑扑诶 诶 oh my god 来 我们先去找莫妮卡 吓死了 嗨 莫妮卡 哦 嘿 卡米古 你有考虑到自己在学院上 提交的表演是什么吗 嗯 在这个社团里面是一回事 在一群人面前表演 我 还要再想想 好的 不要有压力哦 不管你做什么 我敢肯定最后的结果都是很棒的 我也很乐见那样子的成果哦 哼 总之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诗吧 当然 我让莫妮卡拿走我手中的诗 嗯 这首诗是不错 她 感觉 就像是你不仅仅对积的风格 更加得心应手了 而且 意义上 也比我上次读到的那一首还要更好 我继续有些疑惑 你是不是从 幽里的写作风格那边寻找到了灵感 嗯 我想 试试吧 无可否认她有天赋 是的 完全没错 我觉得她的诗是最 浪漫的 这是形容她的诗最好的方法 当她拿起笔诗 她就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也注意到这一点 或许 当她讨论到文学的时候 心中就像是开了一闪针一样 嗯 难过的是 很难和她有太多的私人对话 相信我 我已经尝试过了 谁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希望 你不是指那种不好的意思 哦不 当然不是 我只是说 希望她不要这么封闭 不过 你那样子保护她 你肯定 相当喜欢她 诶 你 完全误会了 没有你没有误会 冷静冷静 我只是在开玩笑的 除此之外 我也很确定 花 我去上个厕所冷静一下 我失恋了 等等 真的吗 是啊 哦 只不过 是个虚拟人物就是了 Monica 悄悄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 只是一种直觉 不过 嗯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啦 我去上个厕所冷静一下 嗯 其实我知道 我只是说说而已 哦她说回来 我现在 也把我的事分享给你好吗 哦 好 哈哈 我差点失恋 哈哈哈哈 哇她在 试探我欸 Monica在试探我欸 一个知道所有事情的女孩 久远的传说里面 游荡着一个女士 一个全知的女士 一个美丽的女士 只想死我时 一切的意义 一切的目的 一切追求之物 现在我来了 一楼飞鱼 水风逐流 飘泊于天际 我既知道传说不存在 仍然在追寻 但一切都令我失望 一切都弃我而去世 我有传说最后的 暗星闪耀于 薄木的天际 直到有一天 风而骤停 我开始坠落 坠落 永无止境 只是像羽毛一样轻柔 无神情的羽毛笔 但 一只手接住了我 一个美丽的女士的手 我看上她的眼睛 深邃无垠 全身的女士 一定知道我的思想 开口前 她就用空洞的声音回答 我制造一切的答案 却回归于林 世界没有意义 世上没有目的 追随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不是你的传说 你的传说 并不存在 一阵吐息 她将我再次吹飞 搭上了另外一阵风 那 我总觉得 学习并寻找答案 赋予生命一类的事情 没打算牵扯太多 哲学层面的事 但我刚刚想到她 就把她给写得出来 明白了 我从来没有深入去想过 某个意义上 她有些至少矛盾 因为 如果我们找到所有问题的解答 那么世界不就失去她的意义了吗 嗯 我就遇到了一件事情 似乎 社团里面每一个人 都更喜欢写些悲伤的食物 而非快乐的东西 你很激讶吗 我是说 如果一切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比所有人 都能够理解这一点吧 你是说 以为 啊 就是那样 总之 以下就是Monica的今日写作小技巧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害怕写得不够好 而羞于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写作 自己倾注全新写出来的作品 却只得到冷淡的反应 实在令人觉得沮丧 但 如果你找到 其他喜欢写作的人 那么 分享起来就会变得轻松许多 因为 语其只告诉你 你写得很好 一般还是糟糕 他们会 更注重一切 用到的内容 以及你可以加强的地方 这种方式 更鼓励人 也会让你想继续进步 就像是 拥有自己的小文学社一样 你不觉得吗 以上 就是我今天的建议 感谢聆听 最后只剩下 沙尤里 我觉得沙尤里的精神状况 不是很好 嗯 我觉得他还不错 拜托 都看得出来你不喜欢他了 嗯 你不用为我的看法感到担心了 毕竟 这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 不是吗 大概 是下数 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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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了吗 哈哈哈哈 我没有 特别问某个人死啊 也许吧 是优理 他吓死我 优理啦 不过 那也不是我想说的就是了 但 但是没关系的啦 你在交新朋友 就像我希望的那样 这让我 非常开心 你也很开心 对吧 在这个社团里面 嗯 当然开心啊 很好 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 看不看 查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啊 没事 没事 今天只是有点累而已 嘿 好吧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告诉我就行了 我会的 不要为我担心好吗 你可以去找别人玩了 如果你坚持的话 耶 我今天要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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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稍微早点回家 嗨 嗨 今天告诉莫妮卡 我不太舒服好吗 明天见 在我来着急 说些什么东西之前 嗨 嗨 已经哼着哥开心的走出了教室 好了 三位 我们都彼此分享完事了对吧 那么 就开始确定 等等 是我的错觉 还是 你刚才说了奇怪的东西 的确 有什么东西 听起来不太一样 没错 你在称呼我们平常没有在用的招牌用语 招牌用语 我没有什么招牌用语啊 天啊 怎么今天气氛这么奇怪啊 你看 连幽里都不能够免疫 嗯 死气沉沉的气氛 偷藏暗示着 接下来发生可怕的事情 可能在你的书里是这样子没错 给我听好了 今天唯一不同的就是萨尤里不在好吗 啊 你说的好像没错 啊 萨尤里一直以来都在帮忙活跃气氛不是吗 她不在的时候 大家的平衡就像是混乱了一般 花树回来 她跑去哪里了 我以为她去厕所了 下树 请你表现得礼貌一点 够了吧 嗯 她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就早早回家了 是这样子吗 希望她没事 这应该假的啊 在那么多 可以不跟她一起回家的机会中 也偏偏挑她不舒服的这一次 这样对你们这样子的小情侣太过分了吧 啊 不是 首先 请别再误解我跟萨尤里的友谊了 再来 她今天一直回避我 所以我不想强迫她 哦 哦 在你们之中 怎么就优里露出这种好奇的表情啊 各位 冷静一点 我今天跟她谈了谈 一切都没事的 她有说什么吗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需要 确认剩余的学员技的准备工作 所以 我们决定一下 每个人在周末要做些什么吧 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没错 下述会做一些杯子蛋糕 不过 我们应该需要很多个 而且要有不同口味 下述 你自己可以处理吗 接受挑战 自己的话 我会去印所有的诗本 萨尤里会帮我设计 再来 是优里 嗯 优里 你可以 嗯 嗯 各位 可以帮我想想优里可以做什么吗 我 我 我好没有 不 不是啦 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是在座最有天赋的人 嗯 怎么连 下述都堵起了嘴 天啊 其实我现在都看得出来 我从来没有想要 给过萨尤里足够的信赖 刚他不在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 啊 事实 好像就是如此 不过 要是我没有办法靠近成为领袖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真正成长 那么 优里 你的字很漂亮对吧 那么 你可以做一些看板装饰品 帮我们建立气氛 建立气氛 气氛 嗯 关于这点的话 我 我 我爱气氛 好可爱哦 优里盯着桌面 表情突然生变 然后 开始点头颅捣蒜 我看到了 你的思维已经开始狂奔了吧 很好 优里 你会帮上大忙的 不过 话说回来 卡米古 只是杀你了 真正意义上 好作用的人 哈哈哈 别这么说了 老实说 下述和优里的工作都很繁重 如果 你可以 写出他们其中一个的话 应该都很有帮助的 当然了 如果 你想来帮我也可以 我会很感激的 啊 这 摩尼卡 难道是在建议我 和其中一位社员 共度周末吗 不知道 他们对这样的建议 有什么反应呢 啊 我不会建议有人来帮忙 哼 其实 你不知道怎么烘焙 我有些脏火可以给你做 摩尼卡 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由我来选 所以你就别死坐在这个地方了哦 下述式的故弄出一大堆那样子的借口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下述你 你之前提到你自己想要负责烘焙 如果你只是把卡蜜卡当成累赘的话 他可能不太想去 因此 他可能更适合 哦哦哦哦 开始了 开始了 他可能更适合来帮忙做壮饰品 等等 我可能没这样说过吧 话说过来 做点壮饰品 又能够多拿 听起来像是你在找借口 好让卡蜜卡呢 你在做什么 这可是一向极为气质的工作 难道烘焙就不是吗 你以为 好了各位各位 先冷静一下 我觉得 最后还是要让卡蜜卡决定自己该帮谁 除此之外 他可能 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花点时间陪我呢 你们知道吗 所以 我想他肯定想用的是 你刚刚根本就在说 我也很惊讶 抱歉抱歉 我只是说错而已 天哪 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吗 好 卡蜜卡 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最终还是得由你来决定才行 啊 当然了 嗯 很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的双眼 就只听听的盯着我 哈哈哈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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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想想 还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比较好 对不对 对 我既然已经选了优理奖了 我们就 跟着优理奖 继续往前冒险 好吗 就选你的优理 好吧 我可能 可以帮得上优理更多忙吧 我 我 你是能真的吗 你 为什么会 下数 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开始酸塌了 我 我才没有 我只是想说 呃 那么 你到时候就去帮优理吧 卡蜜卡 噢 是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 我很开心 我有个坏习惯 就是会去过度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 我认为 你的协助 应该会有很多用处 听下很不错 下数 你一个人烘焙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还行啦 就说 我没问题了齁 好啦好啦 大家都看得出下数在闹别扭 那么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了吗 嗯 是的 绝对这些 你们兴奋吗 呃 用兴奋这个词 可能不太适合 不过 我的确有点期待 卡蜜卡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我 啊 我想你知道 我到时候绝对会很有兴趣 对我来说 已经够好了 那么 你呢 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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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我大吼小叫的啊 你什么都没有做 不 不是啦 我不是那个意思 啊 有理 紧张的看着教室里每个人 我 我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卡蜜卡会喧哗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有 你做的那个杯子蛋糕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他们和我的差距很大 我会 赏识会做的任何事情都比不上他 所以 所以 我知道 我知道了啦 不过 我还是感到有点惊讶 为什么 嗯 那好吧 我才是那个幼稚的人 我已经知道了 但突然间 你就试着为我打气 我 我知道 我并不是很擅长 如果 我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那我很抱歉 下数 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惊讶的人 莫妮卡和我 也同样对优里的话语感到惊讶 她原本就不擅长说话 要试着 让别人振作起来 已经远远超出她的能力之外了 不过 我也开始了解 优里 是在试着像萨奥迪那样子讲话 即使 效果不是很理想 但 我知道 她是想说出萨奥迪这种状况下会输出的话 因为 萨奥迪总是会带给大家笑容和美好的感觉 不 其实 我很感谢啦 对不起 我笑题大做了 不过 我还是得说 啊 你知道敢打赌我的杯子蛋糕是整个活动里面最好的部分 啊 嗯 我相信你 好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去做 这么依赖 今天 就没别的事了 我觉得 是时候该离开了 好吧 那我们走吧 大家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之后 我跟在 正在聊天的蒙尼卡还有夏树身后走出了教室 诶 我转过山 抱歉 我刚刚在想 我没有任何 可以在周末联络到你的方式 哦 的 的确是这样 我真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忘记这件事情 我要 给你我的手机号码吧 哇 居然是女生跟我用手机号码诶 我觉得 嗯 如果可以那样子的话肯定是最好的 的 的确是那样子 好的 那么 有力和我交换了手机号码 好了 那么 我会在这星期日去你家的 诶 我 我家 有 有什么问题吗 不 是没什么问题啦 我之前想说是我要去你家 毕竟是我要协助你 啊 啊 那样也有道理啦 不过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觉得 我去你家会更好 呃 好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我决定 不强迫优理 生出理由 去写家都不行 我只要确保自己的房间跟看静静就可以了 希望 到时候我还可以派得上用场 我不像你这么有创造力 不要低估自己 Kamiko 我想 我们是一个很棒的组合 即使 你帮我的原因 可能只是因为 觉得愧对于我之类的 等一下 你 你不会 真的是这么想的吧 啊 我 我不知道 很难想象有其他 会让你选择帮助我的理由 你忘了一个最单纯的理由 我选择帮助你 是因为 这就是我想做的 但 但是 尤里的眼神 变得紧张 并且思考了起来 尤里 想太多了啦 你是 想让我指出 你想太多 对吧 欸 我 我没有意识到 那么 我现在告诉你 就 只是我想这么做而已 就 只是这样 你相信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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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 他还告诉我 他很期待 这是不是 让我需要去 呃 让彼此之间发生什么的机会 还是 呃 啊 初恋 已经到了周日了 我对 尤里 尤里 我 不断的告诉自己 别紧张 但是没什么效果 尤里大体上明显是一个内向但亲切的人 如果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 他肯定 会 放得更开一些 与此同时 哦 我找到他的卧室 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他 尤里 尤里 Kamiko 我在他房间里坐下 啊 他穿蝙蝠的样子也好可爱哦 其实尤里看起来真的是挺可爱的 里面四位如果要照排行的话 我 我的排行应该是 Yuri Sayuri 然后 再来可能 可能是Monica 再来是 再来是夏树 夏树的个性我真的吃不下 好硬哦 好傲娇 我征服不了 所以 我的排行是这样 你们的排行是哪样啊 Sayuri 硬是挤出一丝笑容 但 从他的异样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 我们之间沉默了一会 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来过了 是吧 啊 我想是吧 已经过了好久了 没什么变化 对吧 Sayuri的房间还是一样乱糟糟的 后面那只牛好可爱哦 我也认出他 那读你来 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毛绒玩具 还有墙上的装饰 如果你跟上来的话 这里就不会这么乱了 还蛮漂亮呢 那个乳牛 那个乳牛 左边那个是 你补丁过的外套吗 好像冷气小的好诡异哦 那是冷气吗 那是因为我最后都会帮你打扫好吗 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想要过来啊 你今天不是要跟Yuli见面吗 哦 是啊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沙奥里会知道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了 趁上次开完会 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 沙奥里已经离开了 莫妮卡告诉我的 她告诉我 选人机的准备状况 不是很正常的吗 啊 是 是这样没错啦 但是你呢 你今天 不是要去帮莫妮卡吗 当然 但 我只需要在网路上帮她而已 我们没有计划要见面什么的 啊 这样的话 就只有我和Yuli 你也可以过来帮我啊 三个人一起 比较开心 嗯 是的 我们之间又再一次沉默 沙奥里别开了视线 她现在的行为举止 真的是有点反常 我终于说出了要点 我只是 想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自从你这屋离开之后 我就一直想过来看看 每当你发生什么事 你总是满不住我的齁 我太了解你了 所以 沙奥里笑着摇摇头 这个不行齁 卡米卡 诶 为什么 就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了耶 都是我的错 如果 我没有这么软弱 也没有无意中露出我的情感 如果 我没有犯下那种愚蠢的错误的话 那么 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了 你也不会因此过来 哦 她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 知道自己 青梅竹马的 对象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然后 自己又暗恋着她 然后 现在再 把自己封闭起来 想办法把她推出去 噢 噢 噢 正因为 我的知识而受到的惩罚 我想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 会让你在今天过来了 她只不过只是想要折磨我而已 哼 沙奥里 我抓住了沙奥里的肩膀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你身上发生了某些事 除此之外 没别的理由 能够解释你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沙奥里 拜托你告诉我 是石头转身啊 天哪 在我知道之前 无法停止思考这件事情 啊 沙奥里 对我干笑着 真的 让我陷入困境了 艾奥里 不过 你错了 我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你只是第一次看到而已 看到什么 你在说什么啊 沙奥里 你真的很想要我说出来艾奥里 看来 这次我别无选择了 事实就是 我直经的人生都在忧郁中度过 你知道吗 你以为我为什么每天上学都会迟到 是因为大部分的日子 我连起床的理由都找不到 哦 然后 我们主角就是他 他每天早上起床的 起床的理由吗 然后 我们是他生活中的那个 蜘蛛吗 Fuck 不要这样啊 当我完全知道自己多没用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要去学校 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交朋友 为什么要让别人的精力和关心浪费在我身上 就是这样的感觉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让大家都能够开心 不让任何人需要担心我 会震惊到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认识Saioli这么长的时间了 她是怎么把这一切都在我面前隐藏起来的 她真的 你们不想让我担心她吗 为什么啊Saioli 诶 你为什么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事啊 身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就好像不在 靠你主角你有病吗 背叛个屁啊 因为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支持你的 即使我能够做的并不多 我一定会努力的一点一滴 让你每天变得越来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你的朋友 需要的就是告诉我 看来 你一点都不明白那Kamiko 你觉得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正因为如果我告诉了你 你就会浪费心思在照顾我身上 而不是去做重要的事情 我不想被人关心 当别人要关心我的时候 那种感觉既甜蜜又苦涩 有时候感觉还蛮好的 但有时候 也会感觉像是被一个棍子打在头上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如此强烈的希望你和其他人都交朋友 对我来说 能让大家快乐的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但是随后 我也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看着你和社团里面的其他人交朋友 并变得越来越清紧 我感觉像是长毛穿进尸 我感觉像是长毛穿进尸 这就是告白了吧 这就是告白了吧 主角 不要那么冒头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世界只是想折磨我而已 每条路 每条路 镜头就只有痛苦 你说得对 我完全不明白 我一点都不明白你的感受才有理 但 我不需要明白 我只要能够让你停止受苦 不管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好 我都会去做的 不 卡米克 什么都没有用的 一点都没有 唯一能够帮到我的 就只有 一切像是往常一样 但我太自食了 我最后 还是让你看到 我是一个 多么可怕的人 泪水 从沙奥迪的脸上滑落 因为我的知识 我让你加入了文学社 喔 所以我感受到了 我无法理解的内心伤害 作为惩罚 而你现在来到了这里 我也让你受到了伤害 我仅仅 只是软弱又指示而已 这就是我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接受这些惩罚 因为 这一切都是我最有应的 我不想思索的 又再一次抓住了沙奥迪的肩膀 这一次 我把它紧紧的抱住了 啊 卡米克 沙奥迪 我不在乎 你是否觉得自己自私 对于 你能说服我进社团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开心 能够每天看到你就已经很值得了 如果 我能和其他人交上朋友 应该只是额外的收获 但请你 一定不要低估我 对我们在乎你 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改变的 卡米克 沙奥迪 并没有抱回来 虽然我的手臂 环绕着沙奥迪 但她的手臂还是垂在两旁 她是我耳旁哭泣 不 不要这样对我 拜托不要这样子 卡米克 我 沙奥迪凑泣 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但 我只想让她知道 我懂不在乎她 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子叫做自私的话 那么 你要允许我的自私 不管代价是什么 我都会去搞清楚 需要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 我会让自己的感觉消失 而且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那你最好告诉我 不然我可是会生气的 我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轻轻的 想要力 终于有手臂抱住了我 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好可怕 我连都不明白我自己的感受 卡米克 唯一能有感觉的情况 就是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 但是 你的拥抱 是 这么多温暖 这也很可怕 萨奥利松开了我 随着她的松手 我也松开了她 明天就是雪原季了 嗯 是啊 我到时候 陪着你怎么样 啊 啊 啊 这是我想做的 我保证 我 我想那样子应该会不错 是啊 想要力擦了擦眼泪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整天都待在这里 我偏偏在今天还有其他的计划 或许我应该取消 不要 拜托不要 如果 那么做的话 我真的不会原谅你的 但是 差不多到 优理来我家找我的时候了 要不然 你想过来帮忙吗 我很有趣的 出我预料的 想要力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今天这样子做 对我来说好不好 你能够理解 对吧 嗯 这对我来说 很难完全理解 不过 我会尽全力去理解的 没关系 不要太担心了 我们明天见 好吗 哦 好吧 我很期待 哦 哦 哦 天哪 天哪 这酸酸的味道是什么 我跟撒尤里说了声再见 然后 走出了她的家门 在回家的路上 我发现 自己仍然感到不安 但在 优理快来的情况下 我也很难继续想着她 我想 沙尤里是对的 我不应该担心太多 我们明天肯定 会玩得很愉快的 我应该把注意力 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 哦 当我快到家的时候 我看到了 让我一瞬间感到惊慌的一幕 呃 优理 啊 啊 宝爷好可爱哦 哈哈哈 谢天谢地 你来得有点早 抱歉 我刚刚不在家 你等了很久了吗 没 没有 我刚刚才到而已 不过 没人一门 让我感到有点紧张 你可以给我发个简讯啊 如果 我知道的话 我会跟你保证没走出地方 而且也会尽快赶回家的 啊 的确没错 我没想到 不知道为什么 这应该是尝试 不过我决定忽视这件事情 总之 嗯 我们进去吧 我看到你带了很多东西哦 嗯 没错 那 你有找到我拜托你买的所有的东西了吗 啊 有啊 我想 应该都有啊 应该是说 我希望我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我相信 没问题的 为什么我家是 两个枕头啊 对耶 这个好像我的床啊 一模一样耶 这边是我摆电脑的地方耶 好诡异哦 哈哈 好吧 有你带到我的房间里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好奇的黄顾了我的房间 搞得我有点紧张 真干净耶 哈哈 哈哈 我在你来之前打扫了一下 所以嗯 你这么做真是体贴 啊 啊 没有啦 如果你 来我房间的时候一团乱的话 我是会很尴尬的 嗯 嗯 我也很喜欢打扫 我很乐意帮你打扫的 啊 哈哈哈哈 那这样的话我会更尴尬的 等等 别看那里面 我抓住了 优里即将去掀开一个猪鬼的手 啊 啊 抱歉 我刚刚不知道怎么没有多去想 我只是恍神了 没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松开了优里的手腕 他把双手紧紧的放到腿上 似乎想要确保自己能够看住他们 嗯 所以 嗯 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了 哈哈哈哈 啊 嗯 嗯 是呢 嗯 我激化了好几件事 你能够帮忙的事情 装饰品 还有其他可以增加气氛的小道具 什么 哈哈 增加气氛的小道具 嗯 就是那些 气氛灯效啊 方向蜡烛啊 哦 哦 OK 我都不知道你打算做这么多 那 那是当然的 我想让我们的观众 感觉有如生在遥远的匹方 虽然很多 喔 原来是我想歪啊 哈哈哈哈 虽然很多人 只会因为好奇才过来看看 他又为了 嗯 杯子蛋糕 我猜啦 但 我下定决心 让他们感到一游未尽 那还真是不错啊 真的很容易忘掉 你其实是一个相当有热情的人 哎 啊 热情 我觉得 这是最适合的形容的方式了 这是 坏事吗 不 啊 完全不是 实际上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一点 哇 又是一个小吃丘 是 是 这样子吗 那 我就感到放心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开心 嗯 没必要那么焦虑啊 你可以放松一点 放松 放松 我带了一些放松的东西 我打算 把它们用在想事会上 喔 真的吗 比如说 我看看喔 它在包包里面 翻找着 它拿出了几支蜡烛 还有一个木质的原住型物体 我在路上买了些东西 所以包里正好有这些 我打算把窗户用黑纸盖着 然后用这些蜡烛来点亮房间 我觉得效果会很棒 你觉得呢 嗯 是啊 这个主意不错喔 不过 那个木质的东西是什么 哦 是这个吗 这个是精油的扩散器 你对香薰有多了解啊 一点都不了解 哦 是这样子吗 那我来帮你做个精油按摩好了 哦 不 这是我 空三十 哈哈哈哈 咳咳 这是我最喜欢拿来烘焙气氛的东西之一 取决于你 选择精油或者香草 你可以改变空气自身的氛围 甚至还可以感受到 它渗透到你的身体里面 放松 正能量 浪漫 绅思 有如魔法一般 尤里拿过那个原住体 并按下了底部的开关 不过一会儿 一层吸饱的水污 就从顶部的小口喷了出来 哦 闻起来挺棒的 这是用于怎样子的氛围啊 这是一种叫做茉莉的精油 它闻起来 有点甜美画像 对吧 哦 是哦 这个形容方式很到位哦 我认为 你赏识会准备茉莉花的原因 不仅仅是让人觉得放松 茉莉花 还可以增强你的情感 帮助你感受到 它们在你体内的流淌 你会感受到更温暖 你的心 也会跳得更沉 你不觉得 它完全适合 我们在分享诗的时候的气氛吗 听起来 情绪还挺合适的 而且 你看起来这么了解 我当然相信你的任何选择哦 尤里微微的笑了起来 显然 她很享受 我们一起住在地上 开始工作 我小心一一的在每张纸上 画上了不同的制服 先让写好我那糟糕的自己 尤里把一卷红色的石袋 拉到她想要的长度 然后 她从包里 拿出了一把小刀 诶 这把刀 出奇异的漂亮 银色的刀柄上 刻着错综复杂的图案 刀片本身 带有着淡淡的蓝色 那不是一把 普通的小刀耶 看起来真话俏 啊 那个 尤里尴尬的撇开了目光 那是什么 你一定会觉得这很奇怪的 尤里 不管它是什么 我都没有理由去批判它好吗 人更有所好 不是吗 如果你保证你不会感到奇怪的话 啊 我保证 好吧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很喜欢刀 因为 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 我会一个情不自禁 我不知道该是什么 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该说是工艺和危险感的结合呢 嗯 我在说什么 拜托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我很奇怪 你在嘲笑我 我没有在笑你 只不过 觉得分享这件事这么紧张很有趣而已 嗯 这 我觉得这东西喜欢起来也是挺有趣的啦 不过 我觉得它很适合你啊 适合我 哦 有种热切感 更别说 这把刀看起来真的很酷 不能够否认这点 它很酷 不是吗 尤里又再次放松了心情 你想要拿拿看吗 哦 当然 我看看 尤里小心翼翼的把小刀的刀柄的方向递给了我 我接过了它 把它翻了过来 它的感觉挺重的 但也十分坚固 你从哪里拿到这把刀的啊 我对它的锋利程度感到好奇 也许用食指碰了一下刀尖 都 看你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锋利 我结果没有碰到它 都 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事先告诉你的 这把刀特别锋利 它能够 像切纸一样切开皮肤 哦不 一小滴血 顺着我的食指的侧面滑落 尤里抓住我的手 拉近距离 看向伤口 好 这个时候如果是动画的话 含下去 含下去 哎 它看着伤口 明显有些不安 如果你怕血的话 我去把它给冲掉 啊 好无预警的 果然 好无预警的 有你把我的食指 放入它的嘴里 并填了起来 我能感受到 它的舌头在我的手指旁边环绕 我吓了一跳 本能的 把手 梳了回去 哦 请 请约到我 我刚刚什么都没想 我 哈哈 尤里 把你通红的低下了头 尤里 这是我做过最尴尬的事情了 我怎么会做那样子的事情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啊 的确 这感觉起来有点苦怪 也让我吓了一跳 不过 我想 它只是想帮忙 对吧 尤里 我觉得 你有点反应过度了啦 啊 它没有抬起头 又是 它在下午所剩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回不过来 怎么办 哦 好啦 听 听我说 嗯 这可能是件很愚蠢的举动 但我还是做的 我拿起 尤里的手 回天拉的尸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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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Amico 好 现在我们扯平了 又敌看着我 就像是 蹭跪往 skilled 看着 Moten 还看还 啊 还看 time 2666 哇 拉绁 真的是很奇怪 Yuri害羞的笑了起來 欸? Yuri說我奇怪 呼呼煙已對 你的OK棒都放在哪裡啊? 喔 老實說 我覺得我不需要 這只是個小傷口而已 你看 它已經不流血了 是呢 真是讓我鬆了一口氣 緊張的氣氛很快就解除了 我們各自繼續做著自己的工作 Yuri要我買的其中一項東西 就是一套水彩調色盤 我們大概需要六杯水來放這些飲料 你能夠幫我拿來嗎? 喔 當然可以 六杯水 六杯水 我馬上回來 喔 謝謝你 喔 對了 裝一點點水就夠了 如果 裝太多水的話 飲料會稀釋過頭的 我聽取了Yuri的建議 決定用小的塑膠牙杯 而不是用普通的玻璃杯 我在下面放了一盤 來接觸所有可能滴下來的飲料 接著就端回我們的房間 Yuri 嗯? 我進來的時候 看見Yuri迅速的拉下袖子 讓袖子覆蓋過她的手臂 喔 沒事 你的臉有點紅喔 這裡太熱了之類的嗎? 喔 喔 不 不是的 一點問題也沒有 所以 嗯? 我們來混合顏料吧 她的手臂上有什麼啊? Yuri 衝衝的打發了我 然後自己拆開了調色盤 把他們滴到了杯子裡 那麼 我想 我們應該做一些簡單 但看起來不錯的東西 我想在 橫幅上畫一道漸層 從日出的顏色開始 接下來是白皺 日落 夜晚的色彩 等它乾了之後 我在橫幅上面寫一句立志名言的 這還蠻有意思的 你知道嗎? 嗯 的確很有意思 我很開心 你也可以這麼覺得 Yuri停下了畫筆 自己思考了起來 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出門去做這些瘋狂的事情 來獲取快樂 實際上 通常 我連想都不會想 我只喜歡 可以和另外一個人共度時光 即便做的事情很簡單 比如像是閱讀 就算 我們不怎麼說話都沒關係 有個朋友在我身旁 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我覺得 只要這樣子 就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是這樣子嗎? 即便 Yuri和我的思考模式不大一樣 我也能夠理解 為什麼她會有這樣子的觀點 我對於動畫 和有些有相同的感受 和別人分享經歷 就可以讓我感到快樂 我想 我有同樣的感受 Yuri 輕輕的 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能夠理解的 Yuri 俯身越過了橫幅 拿了一支沒有用過的畫面 但同時 我也動了一下 導致我的頭 撞上了她的頭 啊 抱...抱歉 Yuri 縮了回去 我只是驚訝的迅速抬起我的雙手 你...你有受傷嗎? 沒有 我沒有受傷 我只是被嚇到 僅此而已 抱歉 我應該... 讓你把它遞給我的 不是你的錯啦 啊... 你的臉... 有你的臉 還有脖子上有幾滴顏料 我...我的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啊... 我不小心把飲料弄到你... 啊... 不妙...不妙...不妙... 哈哈哈... 對不起... 這都是我的錯 我...我馬上去拿毛巾 我從去去拿了幾條小毛巾 不用熱水把它給進去 我回到了房間跪住她的面前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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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比較想要喊手指 那...這裡 我用毛巾輕輕的擦拭Yuri的臉還有脖子 啊...怎麼了嗎? 好燙喔 我沒想到... 喔...抱歉 我不太想用冷水的書 插完了之後 我準備收回我的手 但... Yuri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噢... 等等... 欸... 再... 再一會兒好嗎? 感覺真的很好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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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把我的手放在Yuri的脖子上 它只是我的眼睛 那專注的樣子 就像是它在掠讀時會有的表情 它像是迷失在茫然中 被自己的思緒完全包圍 它輕輕地呼吸著 有一部分 它會為它微微張開的嘴唇 這是發生的是不是? 是茫莉僅有的方向 帶給我這種暈眩的感覺嗎? Yuri溫柔的手指 環繞在我的手腕上 透過我的手臂 傳遞著令人激動的感覺 突然之間 它的臉 似乎比剛剛靠近了許多 噢... Yuri緩緩拉開了距離 抱歉 我今天一直都覺得有點暈眩暈眩的 沒有想到要晃神的 沒關係啦 不是應該要清下去了嗎? 哈哈哈哈 氣氛轉瞬即時 Yuri再次拿起了畫筆 但它的動作估計變得笨足 像是無法集中注意力一般 我沉默著 試圖努力 忽略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輕易地取回了我的畫筆 繼續照著Yuri給的色標畫了起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 我畫完了夜空 並在上面畫出一些像是星星一樣的白點 從整體上面 看來橫幅的畫 它非常漂亮和自然 我覺得 它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好 我對結果很滿意 嗯 是喔 我也是 你打算現在加上字嗎? 嗯 還不行 要先等它乾才行 嗯 是沒錯 但 那不是要花很長一段時間嗎? 那 那 最好的方式 就是 先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 明天你再帶過來 在嘗試會之前 我可以在教室裡面完成寫字的部分 這樣子可以嗎? 嗯 完全沒問題 太好了 這樣子的話 我想 今天 沒有別的事情要做了 呼 哼 你的表現 就很像是 很高興結束一樣 我還以為 你至少 是有些樂在其中 是我想錯了嗎? 喔 沒有 不是那樣的意思喔 我只是 很高興我們可以把一切都完成 喔 原來如此 我也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我有點擔心時間 我得馬上回去開始做完 哇 會做飯 喔 也就是說 你沒時間喔 我本來還按著希望 在工作完之後 我們還有一些額外的時間 喔 尤里 看起來有點低落 你能夠理解為什麼 他似乎 很少有機會 能夠在一個放鬆的環境下 和朋友待在一起 不過 這並不一位 這次就會是最後一次 哇 他會做菜喔 呃 只要你想 你都可以過啦 我們可以去別的地方 之類的 喔 我忘記 你不太喜歡出門 當我笨拙的組織出言語時 尤里 只是羞澀的微笑著 總 總之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所以 你真體貼 卡米卡 尤里 朝向我靠了一步 並捏住了我的手 我 我喜歡你這點的 快 那個 不該怎麼回應 不過 在我來得及回應之前 尤里 突然退了回去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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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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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蒂 剛剛...嗯...我們沒有 沒關係的啦卡米卡 我只是順路來打招呼的 那個...很高興見到你 不過...我已經要走了 很抱歉 真的嗎 那真是太可惜了 抱...抱歉 不過...我們明天都會去學人技的 所以...所以沒關係的 是吧 嗯...當然 沙予蒂 微笑著 是...是啊 那...那麼...明...明天見 顯然有些尷尬 尤莉充滿地跑著離開 沙予蒂在她身後揮手告別 沙...沙予蒂 我還以為你今天不會想過來耶 啊...那個... 我試著待在房間裡 但...我的妄想一直折磨著我 所以...我只好過來親自看看 看...看什麼?你在說什麼啊 你知道的 你和尤莉相處得多開心 還有...你跟她...有多親密之類的 我...我很開心 哦...不要哭了啦 幹嘛啊 天啊 你們已經變成這麼好的朋友了 這對我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 淚水 開始從沙予的臉上流下 這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啊 KAMIKO 我本來...應該為你感到高興的 為什麼...我的心就像是撕裂成了兩半一樣 好痛喔 這一切都好痛喔 如果我消失的話 一切都會好很多的 小禮 別這麼說啊 這是事實啊 KAMIKO 如果...我不在這裡的話 你就不需要...在我身上浪費你的同情心了 你就不需要...接受我的自私了 MONICA是對的 我就應該... MONICA MONICA的...什麼是對的 小禮 我之前說的話... 絕對沒有半句是謊言 我不會讓這一切都繼續下去的 這樣的關心你 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子的負擔 而是讓我快樂的事情 是我不會拿任何東西 和它交換的事情 所以...即便它需要花上一輩子 我會在你身旁 知道你感受不到痛苦為止 但是... 小禮 別開了目光 我把一隻手 放在肩膀上 然後感到安心 我很害怕 KAMIKO 我真的很害怕 你在害怕什麼 SORRY 我害怕 畢竟你喜歡我 更喜歡你 哦 SORRY 真是事實 對吧 過於軟弱 開始過分的喜歡你 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KAMIKO 是那麼的喜歡你 以至於我想去死 這就是我的感受 KAM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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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不想再讓你受傷了 我把手沿著SORRY的手臂往下滑 輕易捏住了她的手 你還記得 我是怎麼說 知道... 怎麼樣子對你最好嗎? 你還相信著我嗎? SORRY無聲地點了點頭 即便你不能夠理解自己說我的情感 我知道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而這就是我會給你 OH MY GOD SORRY 你是我最親愛的朋友 你最需要的 就是讓一切和往常一樣 MOLICA跟我講了一件事 她告訴我 你在我加入社團之後變得開心許多 我知道你現在正在和你的負面情緒搏動 但是 請你相信我 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什麼能夠讓你最後變得快樂 我保證我會讓一切回歸正軌 我... 我知道了 SORRY在十分痛苦的表情中 擠出了一絲微笑 這就是 胸狗被刺了一刀的感覺嗎? 我應該要為此寫一首詩 SORRY 我沒事 這就是我的懲罰 記得嗎? 懲罰我的自私 所以 請你 請你不要為這些愚蠢的情感感到擔心 我知道你是對的 我一直都知道 這樣子下去不會快樂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來到了這裡 這樣子我就可以聽到 我想聽到的答案了 還有 另外一件事情 說的沒有錯 我只是 想讓一切回歸正軌 我現在 意識到了 你的確 比任何人都還了解我啊 KAMIKO 我什麼都相信你 任何事情 所以 SORRY的笑容 終於崩潰了 突然之間 她轉身跪倒在地上 她雙手抓著頭 盡可能大聲的尖叫了起來 我被震驚到 不知道該如何做反應 SORRY側過了頭 給我了一個虛弱的微笑 然後轉身就跑著離開了 SORRY 我無懼的站在家門口 為什麼 會感覺到如此的糟 而什麼都做不了 我能夠做的 最多就是 支持SORRY 克服她的情感 幫助她回歸正軌 但是 對於SORRY的情感 我和她一樣 有著理解上的障礙 即便 我可以安慰她 我不定的 想著 我是不是應該做更多 或是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我知道 在一些回歸正軌之前 這些想法 都會繼續困擾著我 我會盡我所能 SORRY 永遠都是我最親愛的朋友 只要能 讓她每天都能夠微笑 我什麼 都願意做 今天就是學圓祭了 一直以來 總是和SORRY一起上學 但今天SORRY沒有接我的電話 雖然 我考慮過直接去她家叫醒她 但這樣做 也許有點過頭了 再此同時 學圓祭的準備工作 也差不多該完成了 我和Yuri上色的看板已經乾了 我輕輕的將她捲好戴了起來 她傳了簡訊過來 提醒我 別忘了戴該戴的東西 我也再次檢查一次 好讓她放心 有趣的是 我對想師匯的感覺 或許和夏樹差不多 我跟期待 表演結束後 能夠和SORRY和夏樹 一起逛學圓祭 以我對Monica的了解 想師匯 肯定會相當成功的 說到Monica 看到Monica 我就想到 SORRY剛剛在 前面講的Monica 跟她講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Kamiko 你今天可是第一個到的 謝謝你這麼早來 真奇怪 我還以為Yuri會被我找到 Monica 正在將教室裡面的課桌 擺上了詩本 她這麼準備的 可能就是直接收錄我們要 兩讀之詩的詩本 到頭來 我還是隨便在網路上找了一首 Monica可能會喜歡的詩 然後交給了她 那首詩就是我等等要朗誦的 你們和SORRY一起來 我感到有點驚訝 啊 她又睡過頭了啦 那個笨蛋 我還以為 像今天這麼重要的日子 她會嘗試更努力一點的 雖然說是這麼說 但我忽然想起SORRY昨天 跟我說過的那些話 我突然覺得很不安 我知道 這樣子對她來說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而我 其實習慣性的回答她 或許 或許 我應該去她家叫醒她的 你應該 再對她負責一點 Kamiko 我的意思是說 尤其 在你們和昨天的情感交流之後 你這樣 算是把她晾在家裡了 你知道嗎 情感交流 Monica 連你這個都知道 當然 我可是社長耶 可是 我尷尬的 結巴了起來 SORRY 真的這麼快就把昨天的事情 告訴了Monica 昨天拒絕她告白的事 搞得我像是壞人一樣 但 我知道拒絕對她來說才是對的 不是這樣子嗎 天啊 事情和你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 不用擔心啦 我知道的 可能比你想像的還多得多 Monica 雖然和平時一樣友善 但聽完這句話的我 背景不知為何開始發亮 哇 它是一個美麗的日子 外面 嘿 你要不要來檢查看看這些詩本啊 我覺得還不錯啊 嗯 那 那 那是當然的 我隨意的拿起桌上的詩本 嗯 真的很棒啊 如此精緻的詩本 一定會讓大家更加認真的看待我們這個社團 是啊 我也是這麼想的 我翻了幾頁 每個部員的詩都工整的印刷在自己的頁面上 看起來就是專業的詩本一樣 我認出了夏樹還有優里練習時所朗誦的詩 這是什麼 我煩到了夏優里的詩 這首 並不是他當天練習時所朗誦的 而是一首 我從來沒有讀過的 啪 在我聽到她說任何事前滾出我的腦袋 她是用女字旁的她 在我表示我多愛你之前滾出我的腦袋 在我寫完這首詩之前 你滾出我的腦袋 這到底是 這首是 讀起來任我反胃 Kamiko 怎麼了嗎 哦 哦 沒事 這首 和沙奧里所寫的其他詩 都截然不同 但不僅僅是如此 我改變主意了 我 先去接沙奧里 所以 嗯 哦 哦 好啊 沒問題 只是 別花太久時間 可以嗎 我沖出了教室 別累壞自己哦 莫妮卡 在後面喊道 我加快腳步 我到底在想些什麼啊 我應該為了沙奧里 更加努力一點的 叫她起床 甚至 只是等她一起來上學 真的不算什麼才對 就算是陪著她走去學校 都能夠讓她感到非常開心 而且 我昨天明明跟她說 我會如同往常一樣對待她 對她來說那也足夠了 而我也會盡力做到 我趕到了沙奧里的家 並敲起了門 雖然 我根本不指望有所回應 畢竟她連手機都沒接 就像昨天一樣 我打開了門 走了進去 沙奧里 她睡得還真是沉哦 我咽了一下口水 我不敢相信 我真的這麼做了 去她家裡把她給叫起床 這不是應該是男朋友 才該做的事情嗎 不管怎麼樣 現在 只能夠這麼做 站在沙奧里的房門外 我敲了敲門 沙奧里 快醒來啦 笨蛋 沒有回應 我真的 不想就這樣子 總進她的房間 這樣 算是侵犯隱私吧 但 我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我輕輕的 打開了房門 沙奧 雷 《嗚呼出》 《嗚呼出》 WTF PJM好噁心喔 這不可能是真的 Sahari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就在幾天間 一切都還如同往常一般 就因為這樣 我才不敢相信我的雙眼 我經歷壓制著想吐的衝動 昨天 我還告訴Sahari我會守護著她 我告訴她 我知道怎樣對她來說才是最好的 一切都會沒事的 可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難道我沒有幫上任何的忙嗎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拒絕了他的告白 可能一直這件事情壓垮了他 他痛苦的好哭還在我的耳旁迴盪 他最需要我是 為何我做出這樣的事 為何我如此自私 全部都是我的錯 我不斷想著 如何阻止這場意外的發生 我可以做的所有的事情 只要我在多花一點時間陪他 陪他去學校 接受他的告白 那麼我就可以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我知道我原本是可以阻止的 去他媽的文學社 去他媽的學員記 就是剛剛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他會同長大的人 他永遠的離開了 我沒有辦法讓他回來 這並不是遊戲讓我可以重來 可以選擇不同的選擇的機會 我只有一次機會 我卻大意了 現在的我 到時都會環抱著這份罪惡感 在我生命中 沒有任何的東西比他更重要 但我依然 無法以我的力量拯救他 況且到現在 我永遠無法重來了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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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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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 魔鬼的尚人 幫我的沙漏里還給我 幫我的沙漏里還給我 這是一週末是不是啊 這是一週末嗎 今天...ドキドキ 心跳文學部差不多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希望Bob們會喜歡今天這款遊戲 如果想看到這款遊戲的二周目的話 別忘了可以輕輕按一個喜歡到我知道 那我們就明天那個 校園機再見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